欢迎您来到心灵周围我的频道 我是心肌律师和郑平医师王力慧 身为一个美国抗老记载生医学会 所认证过的一个抗老专科医师 到目前为止已经第16年了 今天呢,我就是要来跟各位分享 在这么十几年来 我自己在我自己身上 亲自实践的一个抗老措施是哪一些 哪一些是值得的 哪一些是不值得的 来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分解 我们每一周都会上传一个长篇 来跟各位教导新知 不管是根据你健康上的新知 或是可以帮助你在社会生活上更好的新知 保护你的法律权利等等 并且让你能够用知识来帮助你的家人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首次 我在我自己身上所实施的一个抗老措施 应该很多人也都实施过的168断食 那么我在2019年的1月份 就开始跟各位介绍 美国当红的饥饿疗法 那其实指的呢 就是约翰霍普辛斯大学的这个 Mark Madsen教授啊 他所提倡的168断食 那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陆陆续续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的话 他几乎可以说是已经满五年了 那么在五年之内呢 168断食 我有时候会做到是204 168的意思就是呢 我们26个小时 然后呢 在八个小时之内吃东西啊 断餐的话 我是断早餐 也就是呢 早餐我就不吃 那我会从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之间呢 可能会吃午餐晚餐 在八个小时之内 把今天要吃的东西把它吃掉 不是一直吃一直吃 只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吃东西的话 我会限制是在12点到晚上8点这之间 那如果是204呢 我会让我自己啊早餐跟午餐都不吃 就一直饿到下午4点 在下午4点到晚上8点这个当中呢 4个小时 我去吃今天要吃的东西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呢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分析过 间歇性断食 它对于代谢症候群的关系 我当时有开了一系列的代谢症候群 影片讲座 各位可以去心灵咒语的平台上面可以查的到 那我也跟各位介绍过呢 周期性断食跟间歇性断食它的差异 另外还有一个5-2断食啊 就是每一个礼拜呢选个5天是正常吃中间穿插个2天呢 是稍微做一个清断食 那跟各位介绍过这几种方法的差异 在2021年的时候呢 我又跟各位介绍呢 断食如何能够使你长寿 这个是牵涉到所谓的 autophagy 自试作用嘛 它会帮你去清除你身体里面一些不好的 已经有一点病变的一些细胞 把它化解分解了之后嘛 可以用的原料又重新拿回来使用 这个叫做自试作用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 因为英国发表了一篇报告 第六八断食啊 好像跟其他的少量多餐啊 或者是说呢 只吃气氛饱啊 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也立即呢 就跟各位呈现 那在2024年的时候 我们也跟各位发表过一个 断食其实男女大不同 男生断食的话 有可能他就造成他的生殖力下降 那女生如果断食断的不好的话 可能他就会掉头发没有月经 现在要跟各位讲的是说呢 我个人已经实施168断食5年嘛 甚至我也实施到24哦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 我个人的心得真的不认为是说 你饿了16个小时之后 你在这8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吃 绝对不可能 甚至我发现我自己虽然断了一个早餐呢 但是其实我的午餐跟晚餐呢 就会吃的比我吃三餐的时候还多 也就是说呢 可能一天的固定的卡路里 原本是分配在三次进食 但是我现在变成了只有吃午餐跟晚餐的时候呢 我还是把所有的卡路里都吃回来了 特别是晚餐 我可能吃的都比以前多很多 如果你刚开始做168断食 你身体还不是很适应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在早上10点的时候 就饿到生气 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做Hangry 我就真的因为饿 Hangry and angry 饿到就是在生气 那还是很勉强的饿 有时候真的受不了了我甚至是用吞胃药的方法来解决 我那个早上10点的那个饥饿感消失 再加上呢我临床上也发现到我很多的客户呢 因为他们就是断食的关系 所以使他们的胃病恶化 你本来就有胃溃疡的 你实在没办法饿那么久 那硬要去饿的话 你就造成你的胃溃疡恶化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那么这长期这样实施下来的 我的体重其实也没有更少 那体脂肪其实也没有更下降 所以呢我觉得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呢 你如果是采行168断食的话 你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减少了你的食量 然后你是不是选择了健康餐 这些才是有价值的真正帮助你更好的 再来的话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我目前认为的生酮饮食啊 确实改善了我的抽血素质 可能会比168改善的更多一点 所以下次我跟各位介绍生酮饮食 因为我也很认真的实行过一段时间 那如果您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您帮我按个赞 非常的感谢您 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再跟各位讲到呢 在2024年今年的3月19号的时候啊 美国心脏协会 他是在芝加哥举行的 那在这个心脏协会的这个年度大会里面呢 上海交通大学他们也发表了一个 很让人震惊的一个报告 他们说如果你用168断食 可能会造成你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增加91% 那这个呢有很多的媒体就纷纷的就转达了 传播了这样的消息 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说明说 到底为什么上海交通大学 可以去研究到美国人的资料 因为他们这次上海交通大学说 使用的是美国人 Enhanced这个大型的国家健康研究计划的 一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这个资料库是对着全世界公开的 虽然呢他只是在美国人身上做调查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有50个州嘛 他们把它切成不同的小版图 通常是一个county 就是一个县 或者是我们称之为一个郡 这样的一个小版图 他们在从这个当中呢 去随机的选几个小版图出来 某几个郡这样 然后这个郡里面呢 他们也会去抽样 在平均的分布 种族年龄性别收入 这各样的情形 都要把它平均嘛 他们会给他们做访谈 然后呢给他们填报问卷 然后再给他们免费抽血 免费健康检查这样 所有的资料搜集起来之后呢 这个整合一个大资料库 提供给美国的疾病管制局呢 去制定健康的政策 提供给科学家去看呢 有哪一些方面是值得再继续研究 来帮助美国人更健康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 而且有计划的一个 健康检查跟问卷调查 那他从1960年就开始 陆陆续续的实施 到1970年之后呢 就年年都在做 非常的完整 那这次上海交通大学 他们所采样的这个资料呢 就从2003年到2018年 整整取了15年的资料来看 看呢 这些人他吃东西的时间啊 每天是在八个小时之内 吃完呢 还是10个小时 还是12个小时 还是16个小时 他的晨报出来的结果就是呢 在八个小时之内吃完的这一群 心血管的风险 死亡的风险 心脏疾病死亡的风险 比别人高91% 那看来看去 他目前为止这样看下来 是觉得你把一天当中要吃的东西 集中在八个小时之内吃完 感觉是对你的心脏一点都没有比较健康 可是呢 我们陆陆续续从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4年 跟各位介绍 各式各样的 真正的在医学期刊里面发表的关于168的消息呢 绝大部分都是正向的 那我们可以说像上海交通大学 他们这一次呢 在加哥的心脏协会发表的这个呢 目前还没有被期刊所接受 因为呢 一个发表啊 他要被期刊接受的时候呢 通常很严谨的医学期刊 他们就会有所谓的peer review 他们会有很多的科学家同侪专家来审核 非常精致的审核你觉得你的整个做法跟你的结论完全就是非常有科学的 非常可信赖的 他们才会接受他发表在医学期刊上面 那目前这个可以讲说是在医学大会里面的现场的一个presentation 就是一个报告而已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首先就要去想一下 这个enhanced呢 这个美国的健康以及营养调查计划呢 他会有访谈 那他会去让你回忆你过往这两天吃了什么东西 那你吃了什么东西 这是就只有问你两天 他也不是问你过往两年 五年 十年 那你过往这两天吃的东西 对不对是不是就不能够代表你长期来吃东西 是不是这样吗 再加上呢 问卷调查让这个逗访的对象 或是说你的实验的对象呢 去自己去承报说 通常是在八个小时之内吃完 或十个小时之内吃完 或十二个小时之内吃完 这个也是采取记忆式的一个承报方法 那再说了 我们个人在对于写问卷的时候 通常是不耐烦的 所以有时候是乱写 那这些都可能会造成这个结果的偏差 那再来我们想一想 在2003年的那个时候 其实并没有168断食 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跟各位说 我是在2019年1月的时候 跟各位报告的吧 所以呢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这个Mark Madsen 这个教授 他自己提出168的时候 也大概是2016年之后的事情 所以2003年根本就没有168 这种主动要为了健康断食的概念 那我们去想想看 如果当时没有主动要断食这种健康概念 那为什么一个人会在八个小时之内吃东西 另外16个小时都没有在吃东西 会不会是因为他是一个夜猫子 他在夜晚活动的时候可以选择东西很少 大概只有麦当劳这样 如果这种24小时营业的餐厅之外 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吃 所以他的食物是受到限制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加班加的很辛苦 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去买食物 所以他就是随便在八个小时之内 把今天要吃的东西就吃掉 那会不会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所以他平常胃口很不好 所以他绝大部分16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在吃东西 在八个小时之内吃一点 那再来呢 在非自愿性断食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要做到呢 一天当中呢 有16个小时是没有在吃东西的 也并不是很难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早上起床起得很晚 你到10点才起床 你根本你早餐就已经午餐了 你10点起床之后呢 你去吃个早午餐 到晚上大概6点的时候 你又再吃一个晚餐 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 也就是8个小时了 那你后面可能就没有在吃宵夜 那这样也变成你是集中在8个小时之内吃完 所以我们也要讲了 从2003年到2018年 这一次的报告里面呢 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说我是自愿为了健康要去断餐 所以我采行168 他只是刚好的符合了 他在8个小时之内吃完 所以我们觉得大家不要过度的惊慌 那么我们跟各位介绍过呢 168断食 他有一个不在这个代谢症候群的方面的价值 是因为你饿得够久 你的身体会产生自视作用嘛 这个是唯一我们可以想到 应该是说 单餐都吃或是少量多餐 更好一点的一个状况嘛 真的要达到自视作用 让你的身体里面启动自我清理 跟自我回收 坏的细胞把它钛换掉 还可以用的物资 把它重新回收的这种 自我回收管家系统 你要饿得够 如果你呢 真的少量多餐 但是你经常保持你的血糖很低 那就可以 如果你这样饿了16个小时 但是你在另外8个小时 囤了非常大量的食物 那我想你的血糖也不会降的太低 因此呢 真正健康的态度 还是能慎选你的食物 注意你饮食的量 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谢谢